欢迎收看赵厚达步枪博物馆 我是蝉蜜王刘嘉玲 我们在加拿大北极地区拍摄 你说最后 会不会那个 咱们变成一吃喝玩的电视台 我觉得其实可以 有没有人跟我们加入我们的组织 最后咱们一块办一个吃喝玩的电视台 我也不想办旅游卫视 对啊太单一了 旅游卫视没劲 旅游卫视不讲生活 要是能弄一个吃喝玩乐 这是我 梦想 最在行的 对追求 就我从生下来 我都被我爸打过 因为馋吃喝玩乐这些事 经常被我小时候挨揍 就是因为吃喝玩乐 天天想着吃喝玩乐的事 就怎么出去玩去 怎么得清醒 怎么能 反正就是 不能被约束 得玩 我爱自由 我们这集讲什么呢 我们刚发了那个 我们北极钓鱼的这个 今天第一钓了 对第一钓没钓着啊 太冷了 主要是真是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我们一共其实也钓了半个小时 但是实在是 我就崩溃了 我都睡得不着了 我媳妇都不行了 而且人家踩在水里 那脚其实挺 虽然不进水 但是挺凉的 对所以后来就放弃了 太冷了 才五度四五度 嗯 四五度 然后主要在河边都不止四五度 蛤啦风了 然后呢 所以就回来了 然后这两天等下礼拜再开始准备出去钓鱼 在出去钓鱼之前呢 就好多人在那个节目里头就问我这个 说这哥们这装备不错 一看就比较专专业啊 我就给你们讲讲这专业的装备 就是是这样啊 我先得臭屁一下 就国内的那些钓鱼博主 你们其实不用看 为什么呢 首先他们都是卖装备 对人家就这一产业 你看周边产业跟电影 他们都有赞助商 我没有 对咱们是真实用实际的 我是一军事博主 没有钓鱼的赞助我 军事的也没赞助我的呀 就啤酒赞助我 那还是我们美食频道 对对 还是我们在美食频道时候的赞助商 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 给拉到军事这圈里了 真的真的真的 那个我们那个熊猫军将不是那个 不是我们那个旅游节目的赞助商 也不是我们 是我们旅游节目 旅游节目的赞助商和那个 美食节目的 对主要是美食节目赞助商 就是当年美食节目 确实多亏了熊猫军将 我我我圈长没有钱 就是狂给酒 那时候我们的粉丝 天天喝着精良品 做饭也有我看 做饭 所有做饭都是 不用水 只用酒 到处狂喝酒 到处 到处迷醉 全国各地的发啤酒 就大概就是我们那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熊猫精酿美食大使 到处乱溜的 挺好的 我就真的挺感谢他们的 然后积累了很多现在的经验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经验都是靠那个时候 熊猫精酿那么顶着我们把这事给完成了 包括我们去勘察家开拓整个勘察家都是熊猫精酿一直在后边 他们会各种各样的钱上面物质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赞助 就是这个 而且这个这个其实没回报真的他们赞助什么不好找一个我周边的摇滚乐队什么的都都挺好的 但是没这样 就是确实他们一直我这哥们我 我很感谢就是感谢我他支持我这么一个没什么人看的那么一个事业吧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在未来的很多年以后大家会看会慢慢去想 就是我们应该过一个真实的日子过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日子 该使二手就使二手 该使专业就得专业 对该喝好啤酒就喝好啤酒 该用好车就用好车 对吧 该打枪也就老老实去找地儿合法的时候去打枪 就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就面对现实 因为我认为我不想在国内生活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周边大部分的人都不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的少 我们就讲点真正面对现实的事 就是你去玩钓鱼 你去玩钓鱼你应该怎么玩钓鱼 我觉得就是我是从六岁就开始玩钓鱼 我各种各样的都见过 什么都见过 各种钓鱼老婆 什么我都看过 所以我跟你说我敢抽吹牛 我说这是严重生吗 哪个我都钓过 用各种样的方式 哪个小猪肝子我也敢钓 什么样的都钓 反正就是钓鱼这行7%不10的事我都明白 然后最后我总结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我不喜欢这事 对吧 对 我媳妇知道我一点都不喜欢钓鱼 我不是钓鱼迷 我就真的我不是一个钓鱼迷 我都把钓鱼玩成这样了 我完全不是一个钓鱼迷 我钓鱼就是为了吃鱼 我今天想吃鱼了我就去钓鱼 还是为那手馋 然后就钓到我想吃的那数量就拿回家 然后就吃了 然后下次再去钓 钓鱼对我跟打雷鸟一样 对 但是打雷鸟我更迷一点 钓鱼我真的不迷 就全知道了 六岁就开始钓 而且我小时候不是因为喜欢钓鱼 被我爸逼的 你们爸爸老逼你们去弹钢鱼 我小时候被逼着去钓鱼 真的去小时候被逼着去钓鱼 特没劲一晚上蹲河边 卧槽拿他们手间罩着 一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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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儿 那咱们这边钓鱼跟国内不一样啊 所以这边我还喜欢点 还钓鱼的意思 就是你没看 所以到这边我还在这钓鱼上 又往里头投资了一点 然后准备去钓钓鱼 然后还给咱们开了一个钓鱼项目嘛 为什么这样 就是我觉得还好玩一点 就国内的钓鱼我真 太无聊了 鱼坑那些店 咱俩去过一次嘛 从来不去 请客都不带去的 干嘛去 那我直接买条鱼好不好啊 我真没觉得有什么意思 就是除非野钓我愿意去 你看我跟福哥尔有野钓 行 我觉得你更户外 对对对 所以钓鱼对我来说 就不是野钓我不参加 就不是纯野的啊 我不参加就是坑花钱 不钓了 养殖了就专门是这 那我还不是花钱 你给我捞两条就完了 我想吃你这鱼 我就给我捞两条 费他们那一斤干嘛啊 那这集咱们要讲的是 这集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给你们讲这个 实用主义的是什么呢 你一开始是什么呢 你怎么才能变成一个钓鱼老手 就像我这个 这么不爱钓鱼的人 你们一看我 又你够专业的 怎么变成这样 首先你来点钓鱼服 我跟你说最专业的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咱们先不说钓鱼服 你先有双好鞋 钓鱼这件事啊 所有户外 都你最重要 先有双好鞋 你别摔一大把他 对 尤其钓鱼摔完了 它们钓河来了 我就这么钓河来过 真的 就眼睛前面 呜呜呜呜呜呜往上走 蜜了捞鱼的时候 那也是捞手 对啊 我也钓河 经常那么钓河 滑倒了吗 滑倒了钓河了 太多鞋鱼 穿一破拖鞋就钓鱼 你们招死了 有多少这种事儿了 我都不知道的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就是一个是好鞋 二一个就是什么 钓鱼的时候真的特重要一件事儿 看好了没有电线 啊 就那么这都是传电的这什么碳纤维的这个 就那烟雾 烟雾 唱歌的那燕舞 那盘的那老板 就是算死了 真的 钓鱼的时候 搭电线是电死了 那这是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你就是这基本是钓鱼的一个基本常识 就是先买双好鞋 你买好橡胶鞋 没准还能给你扛个电的 真的我真不夸张 就我那种超厚的那种橡胶鞋 真没准还能帮你扛一下呢 所以我跟你说 就是最重要先买双好鞋 然后就是什么呀 裤子无所谓 好衣服最重要 买一件钓鱼服 让你尽险逼格 千万别买那国内那个 就是说防晒服 防晒就连这么长那个 紧身那个钓鱼那太傻了 你老老实实买一个防水透气的 你像我这冷 我不用买高尔泰克斯 不用让它透气 你们还是别透气了 暖和点 躲去所有环境 那钓鱼服你觉得跟其他穿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什么特点 我就说嘛 我觉得所有环境里边就这个是最舒服的 嗯 为什么呢特简单 如果你真正的玩路亚 你底下穿水裤 嗯对 必须得穿水裤 为什么我跟你说裤子不重要 一般都穿水裤 水裤带着鞋呢 嗯一套 一套 一大水裤一套穿上去了 这个渔民日的 对 渔民的那种裤子 一般都穿那个 因为你老要站在水里头掉嘛 嗯 你老要下水 主要就是老要下水 老要下过水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 就是 国内一般都穿裤衫 上面穿一冲红衣 你穿一冲红衣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你看 我已经讲钓鱼服的牛逼之处 穿冲红衣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你那袖子一下水 整个里边绒衣什么烂脏 就灌了 就湿了 对吧 真正好的钓鱼服 标准钓鱼服 钓鱼的衣服 你看他这袖子 是个 橡胶的 橡胶的袖口 这是我第一次用过橡胶袖口 橡胶的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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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缠上去以后 就密封住了 就密封住了 也就是说 导致我这个衣服 是可以做什么动作 就整个这个衣服 整个胳膊都进水 全进水 没事 反正都防水 就全进去 巴拉身子 就全进去都没事 我捞过什么东西都方便 就很 出来的时候也是干的 对 出来的时候也是干的 没事 暖和 嗯 还有一个 你看 小配件 我这上能挂上 而且你看都隐藏似的 你这钳子处进去 我给大家说一个tips 所有的摘鱼器 摘鱼器是必备的 首先摘钩从鱼钩从嘴上摘下来 千万别用手 太傻逼了 很容易就挂上你 尤其你是刀刺钩的时候 挂上你就傻逼 摘本 给我讨论 菊花不紧嘛 想这事是 嗯 所以必须有一个摘鱼的东西 然后呢 卖鱼锯子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推荐 这好那好 啥用都没有 告诉你 老师买一个医生用的直血钱 你看我这不是别的摘鱼 跟鱼器没什么关系 这个 这就是医生用的直血钱 医生用的这个直血钱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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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用 嗯 因为这个可以 一夹上那钩就锁住了 对 就好控制 这个是最好用的 而且它便携小 而且它最好的 就是因为它是能夹住 它夹的你身上哪都合适 对 你便携这东西 就是直血钱 你看这个钓鱼的衣服里面 它给你专门 有夹这些地方 这据钱给你夹这很舒服 这不会丢的 我这使好多好多年了 有这衣服起它就夹上这个 一直夹着 据钱不丢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小茧子是最重要的 茧鱼线的 茧鱼线一定要有一把真正的 茧鱼线的茧子 就是能cut一下这鱼线不出毛边 这拿茧子 普通茧子是做不到的 对对对对 你看我媳妇以前做的 我干过 我说你干嘛 她说怎么茧子都这样 剪的剪不多了 我老师她会 扒一下 你这怎么这样 那废话 花那钱不就干这事了吗 是 茧子最重要了 茧鱼线 一定别出那个毛毛边 买一把那样的剪了 不用可贵 几十块钱人民币就有 就可以用了 就已经可以做到 这个一下就能剪断 然后其他就没什么了 钓鱼服真正的牛逼之处 不是这些 你看看这些花样 就是什么 加一个这个 能粘个扣 咱们那盘回头 还可以粘一点 对 对 就不是粘个扣什么的 这些其实并不是什么 这就是管鱼钩 并不是这些 真正的钓鱼服的牛逼之处 在于什么的 钓鱼服已经记住 我觉得外边是防水的 整个那衣服外边 你这是防水的 你戴上帽兜 下雨不怕 下雨完全不怕了就 我这帽兜搁那么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搁帽兜的时候都是开船 它就呼呼呼声 它吹飞了吗 所以你看你戴上帽兜 就好了 然后什么样的帽兜 帽兜说最牛逼的呢 就是带小 有一个小盐 小盐的帽兜是最好的 最实用 对最实用 因为这个你下雨的时候 会帮你挡雨 对 你前面的不会湿这块 然后带一帽兜 然后基本上 这就是标准的一个钓鱼服 外边是102防水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钓鱼服怎么自便 跟其他的冲锋衣的区别 冲锋衣它里边 都不会给你做防水了 是 因为里边就是跟 没法让你不湿嘛 首先大家能看出来 我在节目里头 钓鱼服都特短 嗯 你看钓鱼服身上都特短 你看这衣服多短啊 小衣服特短 你看这小脸 能看出来 能把你里边的容易都露到里边 这容易完全都露出来了 但是因为你里头穿水裤 对 它那个短也开气大 就是为了你里头穿水裤 你一跳到水里头 这水就从这里头灌上去了 嗯 就这里边都灌上来了 灌到衣服里头去了 所以它把衣服里头做到防水了 刚才整个这衣服 压礁里边也都 是里边压礁 是的里边压礁 全防水 它整个里边用的材料 也是这种防水材料 就跟那个鱼鱼裤似的 就是羽衣里边 羽衣外边那层给割离了 对 就是它里外都防水 对 它是个里外都防水的衣服 它做成这种形式 就是你完全整个人都完全浸在水里 你可不可以都潜水潜进去了 你再一出来 甩不甩干了 衣服是干的 你这外衣是个干的外衣 这个就是 这种有使用年限吗 肯定有 五年 就瓦解了 它那个材料 就是受不了了 就瓦解了 所以你就盼着它别瓦解 一瓦解就完蛋了 就又得花钱了 对 就大概就是它这个钓鱼服 就是这个好处 不怕湿 就不会弄在身上的湿来湿去难受 贴在身上多难受 你的最深的水位 你可以占到 就是你的水库 这两边 能锁到这儿吗 差不多锁到这个位置 你最深就能站到这儿 你再往上的话 水库就该进水了 对 除非你里边穿一个连身水 有穿连身的 直接就穿一个连身的 连到这儿的 就潜水的那身衣裳 穿一个那个 然后外边就套一个这个 海吊的时候 有可能会往里头蹦的 明白 就特猛的那种吊法 就直接就玩成那样了 但是这个就是 就是让你干的就是你的衣服 永远是干的 永远是干的 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衣服 就是我这钓鱼服 这比哪个户外衣服都管用 对 哪个衣服都没做成过这个效果 永远是干的 永远是干的 你看它里边那些细节设计 都特地不逼 带松紧 后背再松紧 都是为了让你舒服吗 它就是为了让你后背很紧过来 这块的料子不堆着 就是它都是这种这种细节设计 后背能尽量的贴你的钓鱼服里边的那个水库的那个边 尽量能跟那个边贴合起来 即使是过了水位 也尽量少进点水 它都是这样的设计 所以其实挺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先买身好钓鱼服吧 就别老穿的那么屎 那么大拖鞋 大裤 专业点比较好 就专业点你去钓鱼去 你能认识一些好朋友 你比如说我在我们这本地钓鱼 我真的就是没钓几年我就算是钓成钓成这的高手了 所有的鱼我都能钓 所有的钓鱼点我都能去 有些钓鱼点都是一年人自己的钓鱼点 不让你随便下去 不是手脸都轰你到时候 你看咱们钓鱼点那些老泡的那些钓鱼 他们不都穿这些吗 对啊 就为什么我跟他们就混熟了 因为我一在那 在第一个钓鱼点出现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说过 说他在这待了三十年了 他说我是少数的在这个地方 他见证优质怎么来了一专业的呀 就这不都是游客钓鱼的地方吗 哎怎么来了一专业的呀 所以我就跟他就认识了 然后他就知道你别在这钓了 你应该去 你该去的地方 就要给你指道了 就指道你该去你该去钓鱼的地方 然后我就去我钓鱼的地方去第一个初级 那打游戏一样嘛 对吧你想去了第一个初级的地方 去那钓着钓着以后 我觉得还行买船吧 买完船以后就认识了 就开始那个钓鱼的那个鱼泳圈就开始扩大 然后就认识这个认识那个认识那个认识那个 就越去越远越去越狠 然后最后我们自己就可以组织钓鱼了 都是这个过程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穿的帅 专业 穿的专业 干什么事都专业 然后大家愿意跟我交朋友 跟这哥们去不会出现危险 而且挺舒服的 压什么的什么都有 这是不是你看 米兰自从跟咱们一起钓鱼以后 他再也不用准备午餐了 我都是那个他一回头 哎这火灯就着了 然后再一回 哎这鱼好了 这鱼好了 再一回头三明治OK了 就这谁不爱跟带一个这样的朋友 一块去玩的呀 你就老老实在那钓鱼就行了 然后这哥们钓的还多 他老自己说嘛 我说你师傅 你俩现在比我钓的还好 你们俩就打 然后一会我们俩都打赌 你俩老输 每回都赌五块钱呢 他老输 谁钓第一条鱼什么的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就是专业点嘛 你专业点 然后就能认识好多特别高手 你现在这边的钓鱼大神我全认识 真的是这边钓鱼大神我全都认识 然后有的钓鱼大神还问我装备问题呢 看咱们节目咱们期间有很多类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就是 你应该开始从细节上去 先别说那些鱼竿的问题 鱼竿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 你看真正我们那些钓鱼大神也没见谁使过 什么特殊的 特别特殊的 什么又定限没有 就是普通的戴瓦普通的史马诺普通的阿布加西亚 这种好鱼竿的普通版 全是这种 轴也是基本上就那几个轴 没什么烂七八糟的 就那几个经典轴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特殊的 所以就是大家往下看我会再讲一集 就是你钓鱼的时候的鱼竿 应该怎么使 应该使个什么样的鱼竿 而且就是北美钓鱼和中国钓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区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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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